OK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个bug 就上级那个bug很有意思啊 它正好是借着这个方式 咱们遇到了之后 咱们就解决吧 对吧 借着这个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bug 懂得去排查 这个bug有个什么现象呢 我帮他自己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刷新页面啊 我们上传抽屉的时候 我们传入第一张 他发了一个请求 对吧 然后上传第二张的时候 我们先把请求清空一下 这时候页面不刷新 然后上传第二张的时候 他发了 他发了三个 发了三个 我们看一下 那我继续看啊 第三张 发了四个 然后再上传一张 发了五个对吧 它是一种低增的关系 刚才我们从第一张到第三张 是因为我当时选中之后取消了 这也算一张对吧 OK 那我们看一下 就这种问题啊 我们该怎么去排查一下 他每次我们按理说啊 按理说我们每次选中一张图片 那个发动请求 发动一次就完了对吧 你选的是一张图片吧 那为什么是每次选中 它逐步低增呢 那我们就可以先从前端去看一下 前端上传图片的时候 我们在发动 上传第一张图片的时候 我们前面打一个log看一下 打个log 然后我们到consolelog里面去看一下 好 刷新页面 我们可以重启一下啊 刷新页面 OK 刷新页面 然后上传第一张图片 打了一句话 然后我们清空 上传第一张图片 打印了两句话 而且报错了 对吧 成功 上传第三张图片 打印了三句话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问题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 我每次上传的时候啊 它都会递增 它不是说每次上传的时候 它传一个 对我们删掉的consolelog 究竟原因呢 就是因为 我们在点击这个 上传一张图片的链接的时候 点击这个链接的时候 每次点击的时候 都会在点击的函数里面 去给它添加一个 趁着实验的监听 比如说我第一次点击的时候 添加了一次趁着实验的监听 对吧 那我第二次点击的时候 又添加一次 就是两次趁着实验的监听 那我第二次点击的时候 就是一共添加了三次趁着实验的监听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改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实验的监听 给它放在什么 放在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 OK保存一下 这是前端的页面 前端的页面 就前端上传图片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把这个图片的 file picture的 file标签的监听 给它放在外面来 然后不管你下面点多少次 我监听都是这一个 对吧 这样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 我们直接看清楚就好了 好 上传一张图片 好 发了一个请求 对吧 清空 然后我们再上传第二张图片 开始发一个请求 成功了 上传第三张图片 上传第三张图片 好 又发了一个请求 成功了 OK 这是应该是前端的问题 所以说不是我们后端的问题 前端改完之后呢 我们后端这个地方 应该也相应的可以再改一下 这个地方啊 就是上传图片的这个ROOS里面 我们也可以加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file 真的是undified的话 就是如果没有file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加个return 所以return就是让它直接返回404了 我们这个路由不处理了 不处理之后 自然会有下的路由来处理 对吧 就是我们那个404 那个周比的方案来处理 所以说这个地方加上也可以啊 好 加上之后 我们全部都关掉 让我们再重新测试一下 刷新 好 上传一张图片 OK 成功对吧 返回了这个图片的地址 好 这就是我们那个bug 那个bug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根据bug的现象去排查bug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开发接口 所以接口不就是那一个吗 对吧 创建博客的接口 所以说这张的任务相对来说还算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还是回顾一下两个架构设计图 然后我们再开发接口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开发接口要考虑XS攻击 就是你输入微博嘛 这是一个比较开发的内容 对吧 这个可能会有XS攻击 所以我们要预防一下 然后我们要写一下这个数据格式的校验 这个地方呢 就跟我们注册用户是一样的 注册用户是往数据库里面提要信息 对吧 创建微博也是往数据库里面提要信息 所以说我们要写那个数据格式的校验 就通过这些这样的方式写校验 好 你看这个架构图啊 我们又来了 又看了一遍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再去追溯了 反正每次在这看呢 包括以后也会给大家看 就是为了给大家加深印象 并且提醒大家 我们写代码 就是我们接下来写代码做功能 都是有这个设计图依赖的 设计图依据的 并不是我们瞎写啊 我们都是之前设计好的 每层做什么 我们都是设计好的 而且我们要严格按照这个层次去做 在代码里面 你可以停掉服务 先把之前的代码提交一下 之前应该是一个模板 对吧 就是 首先模板 这样就OK了 OK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工作 有的代码中 还是这个模板 我们看一下创建的时候 应该是在组件里面 我们创建的时候 调用的是什么呢 调用的是这个 API Blog Crit 这个路由 传入的是 Content 和Image 这两个参数 所以说 我们要新建路由了 对吧 然后在路由里面 API里面 我们建一个 Blog.js 的文件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 我们还是分开吧 就是Blog 它有很多页面啊 这个地方 只是Blog的一个首页而已 所以我们 还是写一个 Blog.js Blog.js 就是博客首页的 API路由 这样的话 注释就会写得清楚一些 首页 API路由 OK Answer 写上你的名字 好 同理啊 路由复制成 这个啊 把路由写上 然后 路由 加一个 Prefix 加一个前缀 前缀 前缀是 我们刚才看到了啊 前缀是 API Blog 这是前缀 然后最终 别忘了 给它输出出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路由 可以加一个 Post 创建嘛 创建就是Post Create 写个注释 创建 微博 Create 然后这个地方要写个什么呢 写个login check 就是登录的时候才能创建微博 对吧 不登录我们就直接不往下执行 login check 从这个中间键里面去引用 好 这个中间键完事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自己的逻辑 CTX Next OK 那这个路由建完之后 我们先不写啊 这个路由建完之后 我们首先第一步是干嘛 第一步是先要在app.js中 把这个路由给注册上 这个就是很容易忘 这种所谓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写完之后 立马就做 Blog Home BlogHome API 这儿我们其实这些 写Home也没问题 写Home也不会有冲突啊 一个变量啊 只要是定出来之后 没有什么冲突 一识别一读 一懂就可以了 好 我们根据之前的格式呢 把这个路由给注册上 然后保存 关掉 然后这个路由 我们就可以 大奶奶往下写了 我们说过 之前看到过 说传统的参数是content和image 对吧 所以说我们也从那个 host的数据里面 把这个两个参数给获取出来 CTX 就是quest.gr 包对 里面获取出来 然后呢 创建微博嘛 根据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推广的这个模型 我们出来 content的image之外 还有UID 对吧 优惠ID 好 优惠ID从哪里弄呢 就是从session 里面弄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个session 是使用多么频繁 对吧 ID 我们可以给它 那个编名叫U.ID 因为微博也有ID 对吧 ATX.session.user.info 好 user.info里面就有一个ID 然后我们把优惠ID弄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接下来 有了这个content的image 还有一个ID 我们就可以去 用这个controller 把这个微博给它 创建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写controller controller里面也得 加一个loghome.js 我们还是每个页面 都分开吧 如果不分开的话 可能会导致 这个代码有点多 比较难以维护 description 首页 controller 没问题 作者 写下你们的名字 好 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输出一个函数 assign function create 就创建微博 然后这里面 我们需要的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U.ID Content和image 对吧 U.ID Content image 这个注释 不要忘了写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是用了这个解构形式的参数复制 所以说 这个地方也是它默认识别了一个参数 一个参数也无所谓 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是创建微博 创建微博所需的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砍过去就行了 这么写其实应该也没问题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也能识别出来 说你需要一个参数 描述是什么 然后需要参数 各个属性都有什么 对吧 这样没问题 然后描述是什么 是创建微博 OK 最后不要忘了把这个输入出去 好 这是controller 对吧 在里面创建微博的时候呢 创建微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用service能力了 对吧 目前来说 创建微博这种逻辑 再往下讲到那个 微博者们去引用别人 或者说回复的时候 创建这个逻辑就有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先从简单起步 先从简单起步 然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 就做这个service 我们到service里面去 service里面 我们建一个block.js 一样的 service里面就没必要建 这个blockhome.js 虽然说我们有很多的页面 对吧 但是针对block的这个数据 的资料改良处理 我们只有一份 所以说这儿建block.js 一份就行了 好 微博 这里面我们首先肯定要引用什么 引用这个block的数据模型 db model index 然后首先把这个数据模型引过来 要不然我们没法做这个创建的操作 对吧 好 assign function create blog 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的猜数 其实也是 userid content image 好 注释的 我们跟之前基本上是一样的写法 创建微博的数据 然后把这几个属性的值给它考过来 作为边的一个参考 创建微博 好 最后不要忘了把这个给它输出出去 create blog OK 这里面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跟我们创建用户是一样的 create 然后里面的参数基本上就是我们结束的参数 userid content 然后image 对吧 这些参数的名字要和我们这个model里面的几个属性的名字 要一致起来 不要出现那个差错 要不然那游戏要不成功了 最后我们returnresults.datavalues 这个大家记得吧 就是我们把创建的时候这个datavalues给它返回出来 OK 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service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创建微博这个可以输出出去 到这controller里面来 controller里面我们去引用这个createblog serviceblog 好 这儿呢 引用了createblog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了 对吧 去尝试了 尝试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一个trycatch 因为创建嘛 它和创建用户一样 我们都要加一个trycatch 另外有一场情况 然后这里面呢 就是创建微博 castblog 复制成 awaitcreateblog createblog 它是一个一步的 对吧 awaitcreateblog 然后把我们需要的参数给传过去 导致 content image 因为这个的函数的参数 我们可以从注视里面去看到 对吧 看到它需要这么几个参数 所以说我们就传这么几个参数就行了 然后 returnnew success model 这儿呢 我们就得什么 就得把这个 我们就得把这个success model 引用 引用一下了 success model 复制成 require model 里面这个response model 同理我们可以把这个error model 也一块引用一下 因为有可能会创建失败的情况 对吧 好 看起来微博之后 我们也返回success model 然后这里面应该success model 我们可以把这个blog给加进去 就是我们创建完微博之后 我们可以把微博的数据给它返回回去 因为这里面有包含了微博的ID 因为我们前端创建的时候 这个微博的ID 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吧 我们还没有创建 那创建完之后 返回的这个blog就已经有了微博的ID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微博的数据给它返回出去 然后前端可能会创建完之后 用这个微博的数据做一些其他的处理 OK 那开始完了之后 开始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干嘛呢 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错误 然后exdrmessage exdrstack 我们把错误给打印出来 然后这个错误打印呢 我们之前也在注册用户的时候说过 这个我们在课程最后 我们讲日志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 连同这个地方怎么去打印 怎么去获取 就讲一下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先这么写的 先让它能打印 至于它怎么在线上去使用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return new error model 对吧 失败了嘛 error model 也需要一个错误信息 所以我们去自己找一下 好 创建微博失败 对吧 create blog file 创建微博失败 好 这儿 当然我们还需要引用一下 对吧 model error infer OK 这就是我们的controller controller完事之后 我们controller就可以引用到这个 路由里面来 OK 那到路由里面来 我们就直接去按照我们之前的套路 简单写下就行了 ctx.body 或者称 wait create 然后把这几个参数给它传进去 导致 content image OK 大家看是不是这种逻辑 跟我们讲的那个分层是一样的 对吧 跟之前的分层是一样的 路由层 然后到controller层 再到这个service这一层 service这一层就直接去 通过secularize模型去操作数据库了 OK controller这一层呢 我们现在什么逻辑都没有 就直接创建微博 但是这一块的逻辑我们后面会加 所以说这个函数呢 有可能会随着这个系统的复杂变得比较长 所以这就体现出了controller和路由分层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把逻辑全部集中在这儿 我们不在路由里面写过多的逻辑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启动一下 看会被报错 这个bug是经常会有的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说 因为我讲了两个课 突然出现个bug 就产生什么疑问 因为你做的项目出现bug 是很正常的事 出现bug 我们解决bug就行了 对吧 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看能不能创建一个微博 你好 好 好 クrace这个函数呢 倒是返回了200 对吧 怎么看成不成功呢 首先这个地方没有报错 是吧 空中台里面我们看也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库里面成不成功就能看出来 好 有了对吧 你好 虞大利等于1 就是这个张三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用户 对吧 虞大利等1 没问题 再来一遍 再一张图片 让刷传一张图片 OK 完成之后我们点发表 好 也没报错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数据库里面 OK 就是点发表之后 如果成功了之后 下面的微博列表 立马会显示你的微博 所以说能看到效果 现在点击发表之后 我们看不到这颗效果 对吧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 去数据表里面去查询数据 来判断这个效果 是不是这样 OK 那我们创建微博就OK了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看一下 改动就是一个路由注册 其他的都是一些 我们创建的这个service 路词 controller这些 我们先把代码提一下吧 创建微博API OK 这样已经完事了 完事之后呢 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开始呢 就做那个预防XSS攻击 以及做那个格式的校验